乌克兰农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弹坑 俄军炮弹就落在金黄色的麦田上 冒出浓烟引发大火 乌克兰农民就在炮火旁驾驶农机抢收作物 田里除了能收割卖力 现在还出现另一种致命收成 乌克兰正值小麦收成的时刻 但是乌俄战火持续 大片平坦的田地现在正式炮击战场 乌克兰战前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 然而俄军封锁了海上出口途径 前一期收成的小麦现在都还堆积在股仓当中 收复蛇岛虽然恢复了黑海通往多脑河的水运交通 让乌克兰能将小麦转送到其他国家出口 现在罗马尼亚港口也出现货车跟货轮 在陆地跟外海大排长龙 等着运送乌克兰小麦 展现对俄国的支持 TVBS新闻与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